我們繼續開會 下一位我們請簡煥中議員 執行15分鐘 好謝謝主席民政部門的所有市府官員 大家午安 好這是我今天可能會唯一問的一個題目 就是2017年生態交通全球盛典 我先不講在哪邊 那我想其實 這一陣子就是說如果有關心環境議題的朋友 我們可以知道從 京都議定書一直到巴黎協議 其實在世界各國 也許台灣不是聯合國的成員 可是台灣是世界二十大貿易國裡面的 一個重要的國家 我們的產品如果要在世界上有任何競爭力的話 我們必須要注重我們的碳排放 跟我們碳足跡 那其實在我的說事論文 我也是寫綠色人員這一塊 那我們看到年輕人國家像中國 他們就是很用心的在發展電動車 然後在日本 他們發展氫化的車輛 那其實當我看到 生態交通全球盛典要在高雄舉行的時候 我內心是充滿期待的 我想說 也許可以利用這樣的機會 告訴全世界的朋友 台灣有這樣的競爭能力 可以在未來的全世界的貿易 再次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可是 這個活動 交給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之後 我就發現 是一連創災難的開始 上個禮拜六下午兩點 在南谷山活動中心有辦一場說明會 我有發現 我們民政局張凱仙張局長 他有參加 可是 主辦的交通局長 神明起來 其實 他不管在不在 已經不是重點 所以 我在這邊 我先想請教一下 張局長 你那天聽完說明會之後 你覺得 那個說明會有沒有問題 請 局長回答 好 謝謝主席 謝謝簡議員 對於我們生態 交通全球盛典 這樣一個議題的一個關心 坦白講 我覺得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活動 直接回答你聽完說明會之後 因為時間主席不會再給我兩分鐘 沒有可以調整的機會 還有調整改善的空間 如果你是當地居民 聽完交通局的官員這樣講完之後 你會支持還是反對 我想他們應該要說明得更清楚一點 所以你也是聽不懂嗎 你這樣的回答意思就是 你聽不懂 他們要再說明清楚一點嗎 可以更詳細一點 可以更詳細 好 局長你請坐 好 我要講的是 已經辦了社場的說明會 尤其是第一場 第一場說明會是在哈馬信的戴天宮 我收到開會通知 是當天會議的上午 李喬李議員您開會通知都沒有收到 我就跟交通局表達我的看意跟憤怒 因為 因為我一個很期待的活動 也許覺得可以為社區創造不同 不一樣未來的活動 我很重視 他們去這樣子發開會通知 好 現場的狀況是怎樣 好 從開會聯繫就出問題 簡報的人簡報不清楚 跟民眾對話的人 講的也不清楚 重點來了 他們還帶了兩個伊克里 的國際友人到現場 連麥克風都出現問題 好 我想 這是 不是 出境洋向嗎 要讓國際 看 高雄市交通局 高雄市政府 要辦這個活動的決心嗎 因為有國際友人在齁 我來請教一下我們律師處的處長 你接待國際友人非常有經驗 如果 真的要接待國際友人跟我民眾對談的話 你覺得這樣方式好不好 請處長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跟議員報告 其實上那一場活動 我有參加 那一開始我知道 那活動辦在代天公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有創意的 因為你在老聚落 講一個新的觀點 跟著老聚落的市民去宣達 新的一個做法 其實我覺得是有創意的 只是當天硬體上面是稍微不盡理想 那我們也有跟交通局做一些溝通 那幹部比較年輕一點 所以他們後續應該有一些改善 不過我覺得那個場地是有創意的 好 謝謝 當然是場地有問題 可是 如果我們正式一場活動 我會覺得 細節都是關鍵 連麥克風都有問題 連開會通知的對象都有問題 因為我那天我就是搞不懂 我開會通知我早上才收到 然後他們下午就要開會了 好 接下來 我把這節場說明會 民眾最大的疑慮 我再請教其他局處 我再請教其他局處 有民眾質疑 在當地的部分 我知道我們把高雄港分為舊港跟新港 因為在舊港區的部分 我們很重視當地的 不管是觀光也好文化也好 我們要做很多事情 可是 哈馬新的居民到現在還不知道 為什麼要選在哈馬新 是不是政府 有做過相關的民意調查 麻煩請劉主委回應一下 請 謝謝主席 謝謝建議員 那因為我們有協助製作那個Q&A 裡面有一題也有談到這個 那主要是因為高雄的花園地就在哈馬新 那我們希望建立一個新的生態交通的一個城市 所以那個起點也換在哈馬新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因為哈馬新旁邊也有博厄 所以他有這個整個 整個調子的一個深的生活的形態 所以是這樣 但是當然議員講的沒錯 這件事情恐怕應該早一點跟市民做溝通 那整個的方向我當然是贊成的 但是整個溝通恐怕要更細緻一點 好 謝謝主委 主委請坐 謝謝 我在這邊參加過政經黨說約會之後 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一場具有意義的國際活動 交給沒有熱情跟人力的交通局來辦理 再次會帶給高雄哈馬新一場災難 我在這邊再一次作戰的聲明 因為說明會我都有去參加 然後每一場說明會我所看到的是 交通局的官員一次又一次的製造 市民朋友跟市政府的一個對立 尤其是嚴重撕裂哈馬新當地的住民 跟陳菊市長的情感 我舉一個例子 有個居民在問 萬一在活動辦理期間 我不小心騎機車 好 吃油的歐多拜 進入管制區 會不會受到處分 你知道 主持的交通局官員 直接就說 可以開單 可以開單 在沒有經過住民的同意之下 辦理這樣的活動 化自管制區 又要對 傳入的騎機車的在地住民朋友 開紅單 這部分 我要請教一下我們法治局 萬一遇到這種狀況 我們市民朋友 他有哪些法律上的援助 可以來去支撐他 而且這個有沒有違憲 請法治局長回答 好 局長答案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有關於可不可以開單這件事情 其實要看道路交通管理條例 裡面第五條有一個規定 他們很認真把條例翻給 翻給市民朋友看 就是要跟議員講說 雖然在必要的時候 他是可以設置行人徒步區 或者說特定區域禁止汽機車行 但是如果民眾認為他的權益受贏 有影響 是可以提出宿願救濟 或其他相關的申訴救濟 這個部分是確實可以提出來的 好 局長請坐 我所聽到的是 萬一這個活動建設在哪裡 賀麻生的朋友 你如果機車不小心你把它攪進去 他有辦法把你開單 開單後你就要去塑完 大家思考一下 這樣對嗎 這樣好嗎 我還是再次一句話 如果今天交通局 他們有熱情 要去辦理這場活動 我覺得這幾場說明會 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社區的住民 都很純樸很善良 他們願意一次一次的 參加這樣的溝通會議 一次一次的把問題提出來 可是得到了回憶 我舉個例子 上個禮拜的那場說明會 最後我提出請到會主持人 匯集這幾場的問題之後 我們後續這幾場的會議 是不是可以不要開了 我們下一次 因為當地的住民 有人說 願意給交通局 一個禮拜或一個月的時間 去匯整這些問題 再跟當地的居民做回答 我順應她的話 我這樣講 提出這樣的提議 然後請主席裁決 我們之後不要再開說明會了 大家願意給你們時間 回去研究之後 你再來跟我們講 我們再來溝通 我講完之後 換國民黨的蔡經營議員 她也是這樣認為 整個會場裡面 大家不分黨派 我 喬如姐 蔡經營議員 我們都在安撫當地 著名的情緒 我在說明會裡面 也不曾生氣過 可是 上禮拜就那一場 他們讓我覺得 關押到極點 王八蛋 在蔡經營議員講完話之後 主席宣布散會 當中洪人會完結 也不把民眾的提議 當做一回事 這就是高雄市政府 江黑局的官員 所以在這邊 我要請教一下 林事處處長 我不曉得 高雄市政府 目前 有沒有針對這樣子 與民溝通 開相關的訓練課程 由於是主持會議是 十指等 十一指等的高級文官 不要每天只會在辦公室蓋英章 我想問一下林事處處長 我們是不是要開這樣一個訓練班 讓我們的文官 學習如何跟人民對話 學習傾聽人民的聲音 而不是用敷衍的耐度 用不負責任的態度 請處長回答 好 謝謝主持人 謝謝檢議員 我想我們 目前都有開辦 對第一線 服務同仁的 溝通表達能力班 但是剛剛 檢議員所提到 可能是中高階以上的人 你這個心態有沒有調整 你溝通表達能力夠不夠 確實我們可能 將來會 想要 針對中高階以上的人 開個溝通 表達能力的演習班 我想這樣會比較好 好 出單前座 其實我最後我要講的是 我本身的學術論文是寫綠色人員 是寫綠色的企業文化 組織文化 綠色的供應鏈 我一直很期待這個活動 可以順利的辦 因為可以把我所學的東西 化成實踐 可是 我看到我們交通局的態度 讓我覺得 不僅沒有能力 而且沒有熱情 好後來一段多年 讓他們母親整個社區大家發病 尤其是 我要講的是 在這過程中 反對的群眾也有找我 支持的 地方領袖 NGO團體 跟地方士生也有照我聊過 聊完之後 有一個地方的長輩 他語中心才能告訴我 我是支持這場活動 可是 我跟交通局的官員 溝通完之後 我想翻他桌子 我不曉得問題是在哪 我直接講的是 也許 他們就在救官鳥的心態 就 就 少一次 就減一件事我就要去辦了 我知道辦這個很辛苦 需要開很久先跟地方做交通 但是我所看到的 高雄市政府的交通局 他沒有這個活動 他沒有這個力量 他沒有這個專業 可以辦這個活動 所以我在這裡 再一次 要給大家報告 我記得 請換地方 請一定要退場機制 請換地方 以上是我的諮詢 請 謝謝 蔡安聰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 蔡安聰議員 十分鐘 謝謝 大家主持 我們林政部門 所有的局長 各所長 在我們議員當中 在我們電視機 最關心 高雄市場的 我們的好朋友 大家有安 在這裡 我要麻煩我們研考會主委 我要說1999 1999 當時 過去是 入評專案 延伸到目前的1999 但是1999 我要一直在議會 麻煩我們研考會 1999 造成 給百姓也是非常歡迎一個專線 給別人也這麼歡迎的一個專線 但是 也造成 我們一些 警察單位的 困擾 一些相關單位的困擾 也非常地 不必要的安靜 我要麻煩 研考會主委 我們的1999 我一直 你拜託 我們有 有那個 可以 辨識那個 號碼的人 我們 我們有那個 我們有那個 1999 專線 我們可以辨識出來 它的電話盒罵 那個 這個 基礎 但是這個辨識 可是 我給這個 例子 一個 1999 定位卡 我們要交辦 阿交辦 這個 交辦當中 一定 要把這間 交辦了 你交辦了 有成功 沒有成功 他們實行單位 絕對要 要 要報來 這個1999 這個案有沒有 去實行 但是 我要拜託 我們的主委 打這個 辨識出來 這個號碼 第一 假設他早上 是打來 也是 某某電話號碼 某某電話號碼 這個電話號碼 一來 我們警察要去實行 但是警察在 7000當中 他第一次 有可能 有可能 接到案件之後 一定 要去 當場 在那個 他報案的地方 去瞭解 到底什麼情況 但是 警察有可能 我們的 心態 剛才在忙 你接到這個案件 沒來 還不行 結果他會告現場 現場有時候 有時候 他在忙 有時候他的態度 會產生一個 沒有什麼 抬頭的 造出來 造出來 第一 找上這個案件 這個案件 這個態度 沒有好的過程 會將三行八成跟警察 會造成小小的一些不高興 但是 有可能是剛剛 會造成不高興當中 有可能 這個案件沒有延伸到擴大 有可能 會不會 同樣 這個案件 又卡來 但是 他沒有延伸還不行 這個有可能 他第一座 過程 有可能會碰到 也是這個警察 有可能他沒有延伸還不行 他過程 會造成更大的心臟 心理上也不舒服 會再跟八成來去造成 會更不高興 會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所以在這裡 我要拜託 我們的 主委 這個辯事出來 是這個電話 早上打一次 中午打一次 晚上再打一次 是不是 可以把這個電話 第三次以後 就我們可以給它解決掉 不能再去 再去 再去 再去把1999 把這個 這個電話打來 再重新 這製造成 我們的 一些相關單位 浪費很多的 我們行政資源 會容易很多 我們的行政資源 會容易很多 會容易很多 沒有必要的 三星 這一定有很多 沒有必要的三星 來去三星 所以是主委 在這方面 我拜託 這個 1999 是受到我們 所有高雄市民的肯定 這個可以把我們 1999 從 入屏專案 延伸到 目前 我們很方便的 1999 但1999 總是 各位拜託 我們用一個 辨識的方 的方法 來去 把這個 沒有必要的 的 它的剪輯 案件給它解決掉 是不是 這個 局長 主委 這不是 這個有能力 來去給 這 這個方法 來做改革嗎 請 請主委答悟一下 主委答悟 跟 張議員報告 那個 我們 1999 根據我們的 法律上的規定 所有的進來的案子 是要入案 但是入案的時候 他假設是 匿名的話 我們就不收 但是他假設是 真正用自己的名字的時候 那我們送到警察局 警察局要查證 所以一定知道他是誰 一定知道他是誰 那如果說他 第一次不滿意 他再來第二次 他假設有道理 我們也不能拒絕 但是這個東西要警察局去判斷 但是呢 如果說他 無理 就是說無理取鬧 就是一樣的事情 一直問 事實上我們也有一個規定 是 三次以後就不接受了 那同時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機制 就是說 我們有時候會採取一個三方通話 就是說這個人下來 那我們跟他通話 同時警察局也一起通話 我們在這個時候 可以來決定 是否受案 主委 我要拜託你說 我們可以 辨識出來 一種東西 造成我們 造成我們的傷害 我要怎麼降下這個傷害 因為當年 因為現在我們 很多可能 沒有了解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很多 我們1999 給八成 我們的 政府的資源 由八成來做應用 我要說的就是說 給八成來做 各人 報後的手段 來給他們運用 我這是說 各人的因素 來用1999來做成他們的 是 給他們做基海 就對了 讓他們借責他們的基海 用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 行政主委 來做他們的報後的手段 我是你說 這要怎麼來去 把這個方向 給它解決掉 我是在拜託主委 來研議這個方向 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 因為我們1999 接案的同仁 是中華電信雇用來 所以他們的本身 就是一個接線生 但是我們分案之後 這個判斷的責任 我們會要求 譬如說 假設是警察局 我們會要求警察局 要做一個好好的處理 因為 因為這種東西他們也知道 對話是誰啊 所以 但是我們不能 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 沒辦法 不接案 但是接了以後 我們可以要求他 好好的去 看這個案子 是不是 是不是被利用 這個 這個 教育訓練 是可以加強的 主委請坐 今天我要麻煩我們的殯葬次 我一直 上面 我有去提供過 這種的 過期我立法就一直有說過 因為當初 我們在高雲館 我們的二十七峰壇裡面 就是我們的主題 二十七峰壇 我們的主題過程 所有 有 我們的 納骨塔 每一個 我們二十七峰壇的納骨塔 他們是 我們是主題嘛 我們過去是 每一個 我們的 納骨塔市公所 我們要 米龍的 建公所 所以都是主題 主題 總是 因為納骨塔 他們的 相關的價位 就會不一樣 但是價位不一樣的過程 就是 以前 你如果是米龍的 要來納骨 米龍的市民是 假設是三萬塊 米龍來就 變多一萬塊 我是一個例子 我教的 我沒有去 我是用這個 基礎來說 米龍來 米龍來 放山 要多一萬塊 放山 放山的價位 跟放山人家的價位 不一樣 我要說 我們管局 合併 之後 目前 我們的 納骨塔 就是 兵葬處 統一管理 我們是合併 合併 合併 之後 我們就是 全部都高雄市民 全部都是高雄市民 我們 不要再把它分出來 放山 要去 米龍 放山 要去 落菇 還是放山 要去 就是 價位 我這樣 麻煩說 教會是不是要一致 我們不要去 鼓勵說 鳳山 要去公山 要去 叫我頭 就是 鋼山的教會 跟鳳山的教會 鳳山去 一樣 就是 但是教會 都要一致 不能說鳳山 人要去到公山 還是要去叫我頭 啊 變成說 你就不是鳳山的 你不是公山人 你就要價一萬塊 是不是 這個 這個 這個業務上 可以來去做 整體 規劃 整體去 價位 這些東西 都移住 鼓勵 任何一個 我們高雄市民的好朋友 他 不要讓他選擇 說 你就一定要去 放山 還是他一定要去 去主管 還是要去大廈 是不是 這個 我們已經 合憑了 怎麼已經合憑了 我們都是一樣 各種市民 我們已經統一做的了 不是以前的 他就去 去峰山 主題 不一樣 是不是 這個是不是 冰障次 這邊來去 一遙 這個方向 可不可行 是不是來 這一個答覆 好 處長答覆 給議員報告 有關議員 這關心這個 塔位 統議的標準 因為我們現在的 目前的總統 就是說 我們有旗心塔 也有旗塔 我們為什麼有 區民家 市民家 還有里民家 就是因為我們 怕說 有的民眾 他們都說 全部都站在心裡 變成他們 地圖上 那個塔 變空位太多 這是我們 可惡的事情 所以 我們塔 還有分新居 所以我們鼓勵 說 在地的里面 還是區面 在地地區 行政區 裡面的塔 進塔 比較好一點 不然大家都一直 要站在心塔 像我們這裡 基町 是我們的示範 蓋上最好的 未來我們還要蓋很多塔 大家都要選心 都要資格來的時候 變其他的古塔 所以都放在那裡 這樣做成很大的困擾 市長你可能 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 當然 你說這個 考量 我會去認同你這個 公法 我已經認同你這個 公法 但是我要說的是 有可能 它的 它的主題裡面 可能 我認為 我比較重 我現在雖然是在風山 我有可能 未來 我要去美鳥 是不是 未來 他的未來的時候 他要去美鳥 還是要去大廁 可能比較適合 不過是你說的 因為我們是同樣 高雄市民 你可能 你可能 你可能去讓我們 這個方向 我也認同你這個方向 但是 我們不要去分 你一直在風山 要去美鳥 美鳥是三萬 風山去 多一萬 不過是要一直期待 是不是 可以調整這個腳步 有 各位元寶 這個方向 我們可以去思考 還有一個補充 就是說 因為 我們各行政局的塔 有的又欠 像大廟也欠塔 有的所在有塔 像 我們的山拿 或是說 我們的架子 那些有的塔 在地 他們現在 都有一個觀念 要建自己的塔 因為 我們的塔 現在說真的 有那麼欠 所以我們整個要去 有那麼欠的 變成說 如果說 我們還沒有這個 區民家 這個理民家 這樣來 趨格的時候 大家都以後方便來 變成 我們的塔 在地的塔 可能沒有 在地民眾也會空虛 這是我們一個困難的地方 其實 首長 我提供你做參考 我們要去 來研議 研議到 沒有可能我們的 多元來 研議到 有可能的朝著方向 有可能的目標 將來 才會達成我們的共識 我就說 這個共識 現在我們研究一套 未來 現在讓我們的高雄市民 大家都方便 可以去 考慮到要去哪個地方 這是有八成的一個方便 我要講的就是 朝著方向 處長請坐 我要麻煩 局長 因為 第一點 我要過去 我們很多 我們過去 目前我們在 推廣 共蒙 來 都來去 來去 把這些共蒙 簽帳 去納古塔 一國無分 已經我們都完成 完成的 我要說 完成以後 我們做這些土地 我們要去 來去 應用 我們這土地 要來運用 但是我有看到 目前 我們已經把 我們的過去的國務 都已經 簽帳完成 這裡土地 還沒去開發 這裡土地 是不是我們 是不是 以前是 我們的農業子的 還是我們的 民政子的 這個土地 是不是要 怎樣來去 趕快 加快 腳步來去 開發這些土地 是不是 目前 因為我有看到 我們已經 過去的國務 都簽得很好 土地 也已經 全數出來 加拖地 是不是要來 去給它 應用 局長這方向 是不是有 朝這方向 我們是要跟農業局 結合怎樣應用 是不是 朝這方向 謝謝主席 謝謝長議員 對我們的簽帳 以後 我們拖地的運用 跟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已經簽13 13的所在的公蒙 已經有到 19374公金之多 所以現在 漸漸 我們會選擇來的夢 我們會 勇敢的家 或是跟我們地方 我們這裡做一個配合 我們會改成大部分 我們都做綠美化 做公園 比較多 所以接著 我們還會 照議員所支持的 我們盡量做成 很漂亮的公園 社區性的公園 這樣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張安中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高敏林議員 十五分鐘 主席各位 我們關心高雄市政市民朋友 還有我們市府各局處 大家上午好 那首先我想針對幾個 在上個會期 我就非常關心的幾個 跟我們民政局有關的業務 來提出一些質詢 第一個 我們民政局非常的用心 也在推動我們有關多元性別 平權多元性別平等的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那也是主要要來落實我們高雄市 成為一個人權平等的一個城市 那所以我們陸陸續續看到我們的民政局 跟我們的高雄市政府 在2015年首先率先全國推出了一個陽光助記 現在更名為伴侶助具的這樣的一個行政協助的動作 那同時我們也看到民政局在我們的男子區公所裡面 推動一個性別友善的廁所 那在上個會期我在質詢的內容當中也有提到 我也要求我們的民政局長要承諾 未來是不是能夠在我們的公部門各級的區公所 還有我們各個公 我們市政府的相關的各個單位機構的公辦大樓裡面 首率先來推動這個我們的性別友善廁所 所以先就第一點我先來請教一下我們的民政局長 目前我們推動性別友善廁所 那除了我們男子的護政事務所以外 我們還有沒有其他更新的進度 好 請倒 好 謝謝主席 也謝謝我們高議員 對我們性別友善廁所的這樣一個關心 那事實上我們除了在男子以外 我們左營大樓峰一所 我們也都陸陸續續設置 甚至我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我們在局本部 我們也會設置一個性別友善廁所 而且這個性別友善廁所 是由我自己親自跟建築師做討論跟設計 未來我們希望這樣一個廁所 能夠成為一個高公司的典範 那也能夠成為未來大家設置上的一個參考跟標準 好 局長請坐 我非常期待我們民政局局裡面的這個廁所 能夠優先來推動來進行 那因為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示範性的一個動作 同時也是讓我們整個各個局處能夠去 從民政局開始一個一個一個去推動所謂的性別友善廁所 那我在這邊重新強調 性別友善廁所不只是 針對男性女性 不只是針對這些不一樣性氣質的朋友 跨性別的朋友 而是成如上個會期 局長答詢的時候指出 其實現在有很多是雙新家庭 很多爸爸媽媽都可能要照顧他們的新生兒 所以不管我們如果沒有設置可以哺乳的哺乳室 那也許在性別友善的廁所這樣的空間 我們可以讓爸爸媽媽帶小朋友 或者是換尿布的時候比較方便 那第二個也有很多我們現在老年人口的部分 其實也很多男性女性要帶著長輩 不同性別長輩去使用這個廁所 所以 快速進行的來推動我們整個高雄市 各個局處 局裡面的各個辦公室各個樓層 包括我們市圍行政中心 包括我們鳳山行政中心 還有各個分散在鳥松也好 不同的這些局處 率先來推動我們的性別友善廁所 那接下來我會希望我們局長可以有一個明確的騎乘跟計畫 我們陸續要怎麼推動 區公所哪一部哪一部哪一些部分開始來推動 這個部分我再請局長可以提供資料給我 那第二個部分呢我大概要提也是有關我們的伴侶助記的部分 其實我非常肯定我們的護政單位 其實大家在去年度開始推動這個伴侶助記以來 一開始也遭受很多的壓力 那同時也有很多同志朋友對於這個伴侶助記的法律效力產生一些質疑 但是我想這都不失高雄市作為一個性別友善城市 作為一個人權的城市所做的努力 所以後來從高雄市率先在全台灣第一個城市來推動伴侶助記以後 陸陸續續台北市到現在六個直轄市甚至彰化 甚至包括嘉義也都陸續推動 所以目前呢我們全國有在辦理這個伴侶助記的這樣的城市 其實這樣縣市所有包含的人口已經高達1775萬人 那同時也就是占我們全國總人口數的75% 所以可見大家對於多元性別平權跟這個性別意識的增長 都不斷在進步當中 但是呢我們在上個會期的時候 我也曾經提出幾個希望我們民政局來改善的幾個點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民政局的友善官網 那我今天很認真的看了一下我們的官網 現在很明確了我們可以在官網上面整個大改版 那我也可以很明確的看到這個有關伴侶助記這樣子的一個欄位 那這邊我希望可以再改進的部分是 我們目前在伴侶助記的這一個點選進去之後只能看到 跨縣市辦理同性伴侶助記的實施計畫 還有同性伴侶申請他的所內助記跟刪除的作業都是一些虛知啊 那是不是能夠增列一些我們 讓這些伴侶們他們可以去登記的相關的文件 譬如說個人資料查詢同意書 這個同意書應該局長您很清楚 再來我們助記的證明書到底長什麼模樣 我去辦理助記以後我們這些伴侶他會拿到什麼樣的證明書 第二個部分在網頁官網上面的欄位 我希望在人生大小事這個欄位 裡面有很多結婚的還是不同的時期就是一個人成為高雄市民之後 他人生一生當中會遇到的生老病死 在這個欄位裡面都可以看到結婚的辦理等等的 就是沒有看到伴侶助記這一點 所以在這邊我建議是不是把這個伴侶助記的連結 也掛一個到我們的人生大小事這個欄位 那第三個就是有關這個網路申辦跟線上申請的部分 其實現在網路申辦跟線上申請非常方便 包括我們可以直接在線上申請這個戶籍騰本 甚至補發身份證 甚至我們旅外的國人要來線上登記這個我們的國籍證明 都可以在線上作業 你只要插一個自然人憑證大概就可以作業 那我在思考的是說 那未來我們在做這個伴侶助記的所內助記的部分 是不是同樣也可以用網路申請 那線上來申辦這樣的方式來進行 那我是不是先請我們的局長來做回答 好 局長到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高議員對我們同志相關的這些議題的關注 那也特別在我們的官網上也幫我們做一些這樣一個檢視 我想剛剛議員所提的這些部分 我們會回去我們重新再針對我們在網路上 那我們所提供的一些報名跟一些相關的一個資訊 我們再來重新再進行檢視 那我們也會看看說我們是不是有更多的地方可以進行一些連結 然後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我們就將他再補上 那也謝謝議員的提醒 好 謝謝 那局長請坐 另外我還要跟局長分享一個案例 最近我們的這個個人資料查詢同意書 針對我們這些同性有助記的伴侶 他們可以用一個個人資料查詢同意書 所以那你醫療院所也好 社福機構都可以來調閱 甚至警察單位 那在這邊我是不是建議 也能增列一個外交部相關的單位 那為什麼呢 我就跟你們分享一個案例 我有一對同志朋友 他們很今年度想出國 於是就到外交部 那他跟他的伴侶是有經過高雄市政府伴侶註記 而且也獲得證明書的 然而他們到外交部的時候 因為他的伴侶沒有這個護照 他要幫忙他去辦理護照 就發現外交部就給他一個軟釘子 就不把他當作他的伴侶 也不把他當作他的家屬 那依照我們現在我國現行的法律 護照條例104年修正的 跟護照申請及合法辦法 也是104年12月30號發布的 他裡面有提到 這個代理人只有五種違憲 第一種申請人的親屬 第二種與申請人限屬 同一機關學校公司或團體的人員 第三種交通部觀光局核准的 綜合或假種旅行業 第四種只要不是前面三個 申請人要委任書 同時還要到法院去公證 那第五個除非是 經領事事務局或外交部各辦事處同意 那這一對伴侶就很疑惑 我都已經跟他是伴侶 我已經過了所內的註記 可是到了現場 我卻比一個旅行社的人還不如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真實的案例 那其實在醫療人權上面 我今年也有很多同志朋友跟我反映 又有其他醫療人權的問題 所以我在這邊是不是能夠建議 也希望要求我們民政局 兩點 第一點我們是不是可以思考研究一下 在目前我們的證明書註記上面 是不是能夠加註 就是一外交部中華民國的函 然後讓這個護照申請集合法辦法的第十二條 它裡面第五項 只要外交部這個同意辦理就好了 那我們特別去寫說 我們這個證明書可以供外交部使用 那第二個已經完成的這些辦理註記 他們我們高雄市目前有84隊 那這84隊是不是能夠獲得新的 這樣子的一個證明書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這個個人資料查詢同意書 是不是增列外交部的相關領事事務局 跟各辦事處這樣子來辦理 那以上我是不是請局長來答詢 好 局長答案 好 謝謝主席也謝謝高議員 因為其實這個現在外交部 他認不認定這件事情其實 我知道 主權並不是在我們局這邊 那當然我們今天我們出示的一個文件 建管我上面寫的洋洋沙沙寫一大堆 那今天可能有可能會在外交部碰到問題 那可能下一步會在哪一個地方碰到問題 我覺得這個可能不是 所以我反而會覺得說 我們其實從積極的人權上我們去爭取 然後去突破 那第二個就是說我們針對外交部的 我想不是說針對每一個註記的文件 我們去做這樣的登錄 而是我們過去韓外交部 就是說是不是可以針對我們未來有註記的 因為現在各縣市配合的越來越多 那我們說不定就是韓請這個外交部 能夠針對我們這已經通過註記的幾個縣市 那如果我們有類似的需求的時候 外交部能夠給予一些協助這樣 我想這樣可能會比較真實一點 那並解決其他縣市大家都會碰到的 好 謝謝局長 那等待您發文要求我們的外交部韓市 因為其實外交部當時也回了這對同志伴侶說 只要是他們願意有釋出這個善意 雖然他把問題丟給地方政府 然後他說你們要提出相關的證明 你們市政府有辦理註記的證明上面寫清楚 但是其實他是可以援引這第十二條 就是護照申請及合法辦法裡面第十二條的第五款 只要經過外交部或各辦事處同意就好了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明確函視 那我們請一些立委去瞭解針對我們多元性別 還有包括人權的這樣子的一個基礎 跟一個至高無上的價值 那我們去要求 那其他的在地方政府層級的行政協助 我都希望我們的民政局 是不是可以更加的努力來為我們這些多元性別的朋友 也為高雄市的人權多盡一份心 這以上是我對我們性別有關的一些政策 對我們民政局的一些建議跟想法 那另外呢有關這個殯葬部分 我想這個會期應該是這兩個會期 大家都非常關心我們附頂金公募簽帳的事情 那目前也都非常如火如荼的在進行當中 但是呢我們也看到因為我們的附頂金公募 它是位於我們都市計畫內 所以未來可能會有30公頃 會變成這個公園用地 那我現在所看到的一個問題是 我們岡山區喔 這個納古塔對面有一塊地 那這塊地呢 過去好像是公園來做這樣子的使用 但是實際上它的地墓是殯葬用地 那據我的瞭解呢 這塊地它不是都市 它是非都的土地 那是不是在現在我們岡山納古塔的容納量 都還非常的充足 那對面那塊地附近的居民 大莊裡的居民都一直在反映說 是不是能夠把那個部分用地來做一些變更 然後把它變更成公園用地 然後讓附近的居民可以來這邊做公共的使用 打球散佈 老年人的一些活動 體操都好 那是不是針對這個部分 我請我們的 呃...冰葬處 處長先來做一個回答 好 處長倒 給議員報告齁 有關議員在關心齁 那個我們 關上那一塊土地的問題齁 其實在冰葬處這塊的考量是說 如果在未來20年 我們當地齁 對塔的使用需求 是夠的的話 我們的土地是可以活化的 這個是可以活化的 我們並不堅持啦 那有關這一方面 議員在關心的這一塊 我們會回來再做一個評估 因為現況齁 真的是雜草重生 然後三不五十里長就會跟本席反映 希望養工處來協助清除雜草 然後呢晚上照明又不足 那到底可不可以過去齁 李明都說過去高雄縣政府的時代 都整理得很好 那不知道為什麼 縣市合併之後 變得好像三不管地帶 那同時 草長那麼高 也沒什麼設施 然後舊有的步道也都消失 隱沒在草堆裡面 那如果未來我們 是這個空間是可以把它轉移活化使用 那我們就去做啊 趕快去做地幕的變更啊 用地的變更啊 何樂而不為為什麼不造福地方 我覺得這是殯葬處應該要更積極的地方 給議員報告齁 有關這一塊齁 我們會回去齁 就針對目前我們鋼山的塔 為需求跟未來二十年的人口齁 做一個評估 那如果確實說 我們未來在鋼山這一塊的塔 是夠的 那我們這塊地 是否釋出來做活化運用齁 我們再做一個評估 沒有啊 其實你在算這二十年 我已經宣布了 因為到兩點三十分喔 要交接設政 所以不已 對不起啊 拍謝 對不起 助長跟你說齁 你這二十年後 你要再評估二十年後 那假如你二十年就閒置在那裡啦 可能啊 我們現在不是活化 那就是二十年後 好 給那個議員報告齁 我們這段時間 我們先去除草 然後不給他做綠花 那就是說 如果這塊地 確實是說 我們未來沒有需求的使用 我們可以來釋出來 做活化的運用這樣子 我們先回去評估啦 好 好 是 好 那最後我想要請教一下那個 研討會 因為我們如果看到了 政治在推動這些參與 是運動還有公司參與過到參與 那我當然只有三點 第一點 就是說我們現在 剛才節目中議員所講的 偵探交通系列 看到你們跟中山大學 再來有多推動 開始規劃 然後要發碼 其實我們今日能夠有相關的 這個系列座談 跟這個 郭丁慧 那我不知道 承辦的進度是什麼 因為 這個報告是寫的很簡短 所以我不太清楚 到底跟中山大學 請他們去做 這個到底做的怎麼樣 那顯然 現在已經發生問題了 跟當時也去民眾工作 那你要怎麼推動參與市規劃 然後參與市的運算 是哪一條的運算要來做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我們有看到 我們現在研討會 跟努力其中高雄地區的大學 要跟市長來做對談 那今天研討的內容 大概就是希望說 這些大學可以當作 我們高雄市的制度 那我在這邊特別提議 給我們希望 未來在這個會議裡面 可以重視討論的意義 就是我們這些高雄市的這些大學 學生畢業以後的就業 學生畢業以後的就業 是不是能夠留在高雄 為高雄活用 讓我們高雄能夠有優質的大學畢業生 我們現在是在幹雲就業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那你照樣給我請點 然後會主委來問答 主委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那我們的公民參與 跟哈馬興生態交通慶典 本來的規劃是 需要一些配套的措施 比如說接駁車 那公民可以提出 他們想要什麼樣的配套 那這個本來是一個 但是後來發現說 因為當地的機民有一些反彈 就是說要不要在那裡舉行 這件事情甚至都被懷疑 所以我們這個計畫就不得不往後延 那我們現在還在進行賠利 但是我們還有公民參與 還有兩部分 一個是對於高零老人 以及婦女 各地區的婦女的委員 我們也在進行公民參與的計畫 第二點是關於 關於就業 就是那個大學跟大學校長的定期的聚會 其實是每半年一次 那這一次提出很多 譬如說我們南京計畫 有產官學的一個聯盟 或者是像這樣的計畫 其實就是針對剛剛議員所講的 我們希望能夠創造跟學校合作 也跟產業合作 創造一個新的產業的方向 產業的轉型 能夠讓高雄的這個學子 能夠有機會 能夠留在高雄繼續工作 當然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其實我們精華級很多計畫 也是朝這個方向 有很多產學 包括高中跟企業 跟大學跟企業的合作 都在進行之中 謝謝各位 謝謝主持 那謝謝主持 最後一題 我們只要問我們的民族作主 基督部長 您很認真在對動國際外交 解隔世友好城市 那我有看到那一件報告片 所以不是要問一個人 我要問的是 收回券射空氣空氣的畫面 目前我們都回來16天 那是日間暴被開 那請問一下這個時間 那種文化要使用 還是就放在那邊 那讓他生活中 好 那錢我們已經不想回答 好 處長得 謝謝主持人 謝謝議員 其實我們這個收回的 建設主要分幾個部分 會做處理 然後一個部分是讓機關 就近使用 好 這如果他空污的部分 還可以使用的話 其實有些建設還已經老舊 必須 他可能必須拆除 那可用的部分 我們是讓機關來就近使用 例如目前借給社會局 當府居中心 借給環保局的清潔隊 會當他們的一個辦公的處所 那另外一部分 我們是交給財政局 這邊來做財務運用 就是說做 飆售的一個行動這樣子 那其他目前已經可以 拆除的部分 我們大概 已經拆除了兩筆 那這部分是在當地的社區 做一個力美化的一個 一個示範點這樣子 那目前我們其實也希望說 一些還可以用的空間 所以今天我們可以跟其他的社區 來做更多的一個合作 以上報告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我們休息十五分鐘 用散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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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